国中会考争议不断 台湾的产业界大佬也纷纷发表对于教育的看法 从考科到教育观念各有不同 像广达的董事长林百里今天就说 教育是为未来国家的方向做准备 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台湾的教育 能不能为台湾的未来产业发展 培育出真正需要的人才 第一个说数学是科技的根本 是现代国民已经具备的素养 降低数学教育是绝对影响学生社会 跟国家未来竞争力 11号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针对高中课纲大量删减数学时数提出看法 认为将影响台湾未来在科技领域方面的竞争力 华硕董事长施从唐则指出 台湾家长对教育的观念停留在关注分数高低 而不是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 大家看以色列的妈妈 问他的小孩子今天也问了老师什么问题 不是你今天考了几分 身为12年国教委员的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说 每个学生兴趣程度学习方式都不同 教育不是工厂 学生不能整批出货 创造力才是我们教育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因为每个人生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发现每个人的热情 每个人的喜欢的地方 然后再来想去启发他那个点上面的一种潜能 国中会考争议不断 业界大佬也提出不同看法 但共同关注的就是台湾教育 要为台湾未来的产业发展 培育出真正需要的人才 经常人海电视张其林真理报道